曾经员现在被通缉 一心只想出境 我跟他来到这儿 与纳坤先生您的目的一样 也是为了他手上的名单 只不过 之前曾经员不是那么信任我 只是寄希望于他的老伙伴 纳坤先生您可以安排他出境 但是很显然 您一定是做了些什么 所以现在曾经员已经产生了怀疑 不再信任您了 也更不会将名单双手奉上 而现在我 才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我们家老爷子在世的时候 就跟我说过您的名号 我知道 您手上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货源 曾经员是您最大的生意伙伴 但是现在 没有了曾经员的销路 您的生意想必应该 碰到不少麻烦吧 况且您也知道 对付曾经员这种人 应来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合作 我来套取他手上的名单 以后内地的生意 我们共同合作 我们一起打算 一个人的货源 我和您的货源 我们的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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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意思 曾景元的确在您手上 可是他的生意在吗 如果我真的失败了 现在我们都在您的地盘上 我跟曾景元谁也跑不了 您也没什么损失 您要说到信任 的确 之前我跟您是没什么接触 还不如这样吧 我可以先付您一笔异象金 事成之后 内地的生意 我们五五分账 那就一亿 您看行吗 许小姐 真是有许罗宛的风范 好的